大家好,我是小宁 小时候奶奶经常用的蒸馒头方法就是这种烫面法 蒸好的馒头蓬松暄软,特别好回弹 打开以后组织也非常的绵密 最近网上又流传开了 今天咱们一起也来做一次吧 首先大碗中加入300克的普通面粉 用160克刚刚烧开的水来烫面 烫面的作用是让面粉有一定的胡话效果 让面粉失去筋性 吃起来口感会更加的松软 把它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看一下现在这个面团是没有任何筋性的 轻轻一扯就断开了 再准备100克的普通面粉 60克温水中加入3克酵母,10克白糖搅拌均匀 让酵母激活 然后倒入面粉中 先搅拌成面絮状 然后同样下手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现在咱们就得到了两个面团 一个是烫面团 还有一个是酵母面团 将它们两个混合到一起 尽量揣叠 然后转移到案板上 反复地揉 馒头要想好吃 一定要揉到位 所以千万不要怕辛苦哦 一直揉 揉到面团不粘手 表面是这种非常光滑的状态就可以了 把它搓长 下成大小相同的剂子 案板上少撒一些干面粉 像这样不断团叠 整理成一个小馒头的形状 然后再把它搓得高一点 避免醒发的时候 馒头变得扁扁的 然后将馒头生坯放到笼屉里 笼屉底部可以选择垫油纸 或者是直接刷油 鲁皮布都可以 盖上盖子开始发酵 我家的室温大约发酵了40分钟的时间 现在的馒头已经鼓到两倍大 按一下表面可以回弹 看上去白胖胖 轻飘飘的 继续盖上盖子 开始上锅蒸 有人喜欢开水上锅 有人觉得冷水更好 这种酵母做成的馒头呢 不存在搭减的问题 最好是冷水上锅蒸 水开后蒸15分钟 然后关火再焖3分钟 开盖子时候也不要着急 先开一个小孔扔它慢慢跑起 然后再揭开盖子 避免突然遇冷 馒头呢会快速回缩 这样做好的馒头 个个白白胖胖 水光机的样子 自己做的馒头呢 健康没有添加剂 而且这种烫面的方法呢 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拿一个看一下 按压可以快速回弹 表面呢是亮亮的 打开以后呢 内部的组织 有一点像杠子馒头 气孔绵密 丰富 非常的渲软 喜欢我的方法 请您收藏关注 每日分享更多家常菜谱 我是小宁 明天见啦 带开以后 我是小宁的 咖啡 是小宁的